小熊維尼 大家好 我是許志廷 自從上次比賽之後 小鐘哥就有取的外號叫 小熊維尼 你們覺得有像嗎 但是我跟你講 我在這邊認識一個跟我很像的人 他就是林玉軒 哈囉大家好 我是玉軒 他們都說我們兩個很像小熊維尼 真的有像嗎 小熊維尼有像我們兩個那麼帥嗎 沒有啦 開玩笑的 很高興來這邊可以認識這麼多朋友 對啊 我們會互相交流 然後就是會聊聊唱歌的事情 玉軒說的沒錯 我們可以在這邊互相分享心得跟交流 是相當好的事情 好啦 不管怎麼樣 維尼兄弟黨 加油 剛剛看雅雯就是 在台上對Key的時候 一直唱 還是在唱什麼 因為太緊張了 其實我剛剛唱的 有哪些地方比較不適合 前面拍子的問題 那個 那個斷拍 因為他們會很在意那個 牌子的那個wave 所以那些地方 稍微再斷得明顯一點 然後讓它有一點律動這樣 然後最後一句 我會覺得放琴會比較好 因為它到最後一句 其實就隔閃閃閃 就是比較 比較一種溫和的心情 所以你如果放太重的話 我覺得會不好 對 所以 一句真心味 寫天寫地 我有愛過 一句真心味 一句真心味 寫天寫地 我有愛過 一句真心味 這樣子嗎 對對對 因為它後面的音樂 也就是平的過去 就淡淡 所以你的那個 語氣就是放輕放柔 那這樣的話 那個 會比較有畫面 比較有感覺 那因為最後一句就是 老師要打分數了 所以你如果最後一句唱得好 其實有時候會 搞不好會有加分 對 不要緊張 謝謝你 加油加油 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